王浩信之后,TVB力捧着四位八十后小生,谁最可能先拿到试地? 两部台庆剧播完之后,又到了TVB岁末清仓的时候,先是一部平安谷之鬼谷传说,然后接着播播是早晨,而另一档则播的剧版无间道,都是有些年份了的。 至于为何会在这时清仓相信老观众们应该知道,因为台庆刚过去,颁奖典礼也是刚完结,这会出街的剧肯定要缓缓,而且即使反响在好年底也难拿奖,如黄浩然和黄志贤,如果今年只有这部剧的话那么基本没得争了。 说到试地,去年王浩信评集采过界里的出色演出及不俗的房响拿下试地,成为第一个八十后试地,那么目前TVB力捧的其他四位八十后小生,谁最可能先拿到试地呢? 先说说肖正男,严格来说他是77年的不算八十后,不过这一代几位都是八十左右就归到一起了,他出道很早,但路却走得不易,歌手转型当演员,算是演了《太监》之后才慢慢有了事业运吧? 最近几年标北很快,去年一部超时空南辰已经是男一,而且从上面的站位来看他比王浩信还要C,看得出TVB对他的重视,不过演技方面确实不算四人中最好的,很难说试下一个拿试地的。 然后是袁伟豪,出道也蛮早,但中间停过一段时间,四个人里面个人比较喜欢也比较看好的一位,不畏承寨英雄可以说是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一部, 去年使徒行者二离也有出色发挥,今年还有再创世纪,虽然排到他已经是男三四的番位,不过多点这种机会也是不错的,演技相比其他几位明显更有天赋。 在坎坎里诺伊,四叶草石就关注到他,起点很高,毕竟是TVB第一部偶像迅南一位置,角色也很讨好,不过后面发展不大顺利,一直在男配甚至是酱油徘徊, 不过磨了这么多年演技也早已磨出来了,哪天接到一个好剧本好角色说不定就是世底了。 最后是杨明,刚出道时因为眼界停风火了,可惜眼少气盛搞得自己形象全无,如今从酱油慢慢熬到男二也是不易,五人之中,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入围去年是第二十强的男演员, 当然,如果给的机会够多,其实一两年很容易迎头赶上,不过目前来看他的戏路较窄,多点心里追兄里那类角色的话相信会有奇效,期待。 最后问题来了,上面的四位,大家觉得谁最可能先拿到世底呢? 感谢观看